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量来说它持续在我国就是慢慢下降 以及众人他不下降 或有一些还是以公有产权的土地 他用的方式很怪 像我们听到很多币案 或者是公务门的一些计划都很奇怪 那 这个是国产局他目前50周年这个局处 他的一个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在93年之后 那个每年卖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台湾是360万公顷 那我们有的公有土地是200万 还有一个叫非公用土地 就是等待处分的土地大概有21万 所以最近十年的话 大概总共卖掉1万公顷 那这卖掉1万公顷里面 就故事非常多 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把公有土地资讯的做一个整合 那刚才提到了 公有的跟非公用的都整合进来 那每一个非公用它到底怎么样被开发 以及 有一些还是保持公用的状态 或者公有的状态 可是它是很怪 像巴德和宜住宅 这样的个案怎么样收集起来 那它的开发过程怎么样介绍给大家 那当然最理想就是 一个公有土地怎么样让 全国国民相关利害人士都可以决定 它的用途 所以这大概简单的分类就是公有非公用 另外一个一个是比较tripy的 是中广台铁台银 它也是所谓国营事业或者是学产地台大师大 它是土地怎么办 它是私人工师吗 这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我目前列了一些资料来源的架头 那也会期待如果有一些资料注意的朋友可以写 那会先首先建设一个资料库 然后再想办法看看用什么样大家可以体会得到的方式 建设一个大家可以用的界面 所以之后 因为我们大概我们本身都是 follow一些个案 比如华光社区 都市更新案等等的 那每个个案要自己去研究是有点困难 如果有这个资料的话是可以写出的 那我这边非常快就看一些个案 这是我们统区就是进台北市大概去年的新闻 就全部都是商办商办商办的国有国务化的一个方向 然后AURS这个NG说它曾经做过一个超低度 那柏林的这个它特别tag主要是市区里面的国有土地 然后分状态 已经卖掉了就叉叉了 然后正在火线上就去打进炭号 然后它带起一些师弟的活动 针对一个土地问大家问题 然后你可以来提案 那我就顺着把案例带过 这是香港 最近香港也是问题很多 谢谢